放肆武林已经进行封测了 来这边做个快速介绍吧 早上11点封测 现在已经来到下午快一点了 也就是将近两个钟头 这款游戏算是放肆类型高水准的展现 因为它是剑侠情人系列金牌斑顶 在创的新玩法 目前我的侠客有这一些了 然后纯阳宫这一支是送的 药王谷这一支也是送的 那目前的话卡牌都是以紫色为最高品质 点击巨翼客栈 这边就是转弹的地方 两个钟头抽卡次数已经超过80次了 那我不知道公厕是不是也一样 也就请各位看一下角色排行榜吧 那连结我会放在下方留言区 同时我也加入班会了 VIP等级必须达到2以上才能建立班会 也就是无客或者是你进行手除 都无法进行创立班会的 能确定的是我刚刚手除过了 所以也是没办法创班会 这边的VIP简单的来说明就是 把礼物送给阿贤 他也是会累积好感度的 所以你的特权就会取决于阿贤的好感度 七日好礼的部分 第二天送少林 同时手除也是少林 第七天 侠客自选卡 心服庆典部分 如果你抽到了上上千 一样再给你一支少林 其实角色是越多越好的 一张卡的少林不怎么抢 少林需要更多张卡把它叠起来 他的强度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目前我的战力是三万五千 推到了五支四的关卡 目前我的布阵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方 点下来这边会有一些加成效果 无论是四种属性各一名阿 或者是上阵同事力五名侠客 都会有一些加成效果 属性部分给各位看一下吧 有金 水 火 木 客长 鹰 客长 羊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无课玩家的话 鹰跟羊这两个属性 基本上获取难度是相当高的 点击左下方的武林浦 如果你得侠客越多 取得的元宝也就越多 两个钟头完全就可以做完 第一天他给你的所有任务 这里是每日圈道 特权 特权部分 这里有一个需要980元宝的 记得购买 因为它是永久启动的 主要就是悬赏任务品质提升 月卡这款游戏的品质 其实很适合去课金的 月卡桌卡都买一下吧 基金也是可以买一下 战令还是能买一下 买下去可以获取 珠血 这个是外观 那同时会有外观加成 虽然这款游戏的品质很值得去课金 那如果你是一位无课玩家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以放置类型的游戏来讲 其实都是可以呆的 只要竞争的心态不要那么高就可以了 自己单机玩 无课可以玩多久 都是随你自己的意愿 来看一下目前解锁哪些内容吧 左下方事物点进来 这个是帮会 然后再来就是商会 我会去购买了一些比较便宜的物品 那我不会直接拿元宝去抽角色 但是如果有打折的召唤券 我还是会去进行购买的 帮会商店 聚宝商店 论件商店 这些角色最重要的是在于 它可以让你稳定获取同名角色的来源 我们来看一下左下方的传宫店 点击传宫店这边有一件传宫 除了角色排行榜之外 如何判定肥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祥琴 祥琴它有四个技能 基本上它就是实用型角色的候补了 那我们就一直往后面滑下来 你会看到有三个的技能 这些都会是肥料 传宫店部分它有做一个很贴心的导览 传宫心法 它直接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这位角色会越来越强 要怎么花钱 你的角色才会越来越强势 然后就是探宝营地 这边就是转一转给你奖励 我们略过板 风云榜还没开 前缘桥还没开 珍宝葛也是还没开的 再来左下方的江湖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跑剧琴 然后点击位置 各个区域你都可以去进行探索 然后画面上有一些会闪闪发光的 你就把它剪一剪吧 说白一点 这个就是让你去领奖力 然后探索 进行战斗 接下来就是各个场景都是看一看 点一点 那就没问题了 最主要就是你的战力要符合 你当前关卡的条件 我们看一下背包吧 背包的部分 除了会给你180抽 连抽秘宝之外 还有这个大侠自选卡 可以任选一个 这些自选卡你就可以选择 你缺少的角色 角色成长部分就是一键换装 蓝装以上可以去进行强化 然后点击详情 这边可以进行角色升级 还有突破 突破了以后 你就可以解锁新的技能了 这边有重置 重置目前为止来看是免费的 然后清脉系统还没解锁 外观多少是要刻点钱吧 左下方还可以看得到推荐 这边有各队伍的推荐 精细推荐 火系推荐 好不好用 不知道 然后右下方的快速挂机 这个每一天一定要把它点光 元宝一定要花 花在这里 完全是不亏的 最后就是狭翼了 狭翼的部分有像武道场 其实这边就打完给你奖励 算是一个小副本 天机楼 爬塔的 你战力够高 它会用飞越爬塔的模式 一口气飞个一二十层是没问题的 再来就是 巨宝山 玩骰子 拿奖励 眉毛病 四象阵没开 试炼 遗迹 这边都没开 论剑山庄 这就是竞技场了 给各位看一下战斗吧 这样的敌人 我应该是打不过 除非我拥有强势的角色 帮人拯救世界 战斗结束了 输出最高 送上派 手抽推荐 抽到这一支 你的输出就稳了 本次快速介绍就到这边了 那剩下的玩法 后面的影片 再继续补充吧 大家拜拜